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事网财造成了上千万的损失 其中防外公务和诽谤罪 涉嫌和黄孙街道有一定的关系 一级在向国家信访局和中纪委反应 黄孙街道办公室分别在去年和今年两次 承诺帮助解决为民 红片本人返回广州树里 由于他们极想变相的补偿 不想纠缠案件 而本人希望的是纠缩案件 聘写赔偿 所以他们只能一直敷衍 拖延和负忧 事情没有任何实际性的解决和进展 因为他们长期是说一套 做一套 以充分对他们需求的信仰和信心 不计划在9月18号下午3点 重新返回北京 工作或者寻找维权历史 同时向中纪委正式递交符合必须写明具体检举对象 明治要求规范的检举控告信 因为他们想粉饰政治 防止二十大前上访 而担心被中纪委立案调查 2022年9月18号 本人到了广州火车站 在入口处遭到黄春街道办派出的一名女同志 又哄和三名男子试图制造事端假摔 然后让一名警察要配合调查为一名 拉住别人拦截 在本人快速摆脱他们纠缠和入口 验票同志不刁难 协助验票顺利地进入了火车站之后 这些非法的解访员员 不知为何又能够不需要购票 能顺利地进入广州火车站内支咬 本人言识表明 因为他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毫无诚信 被骗怕了 不再信任他们各种鬼话 要求他们不要再激咬本人出行 并且告诉他们 解访属于违法违纪行为 但是还受到三名男子在电梯口 堵截不让上楼 禁入后车死 本人无奈再次报警 要求警察作为 最后铁路警察再才叫 那些非法解访男子散开 才得以顺利地上车 但是本人万万想不到的是 在9月18号晚上23点25分左右 当火车到达了长沙站的时候 有一群不明身份的牛高马大的人 气势冲冲的冲进缩箱 既没有制服 也没有亮明身份和说明缘由 本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和来不及报警 这位两名男子迅速的将本人的两手反扭 响走手机 响行快速不到一两分钟 就把本人绑架劫持到两三公里外的火车站的广城之外 本人向路人和广城围观群众呼叫呐喊 协助报警 却得不到救助 被其详细控制在教授内部 开了九个多小时 劫持回广州 他们在本人的行李中还拿走了本人的身份证 回来向110报了几次警 迄今还没有归还 无论从本人有案件符合司法程序 可以向最高检申请抗诉 不存在月级上访 或者说本人到北京工作 或者寻求维权律师等 均证明本人的形成合法正当 皇室街道办派出的黄桂崇安监队长 和雇佣的社会人员的非法解访行为 在广州火车站已被铁路警察制止 就已经充分说明他的解访行为是违法的 同时国家信访新规也明确规定 严禁将上访人当成维稳对象 严禁将拦截正常的上访 矿学本人到北京主要还是寻找律师 和解工作的动机 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机构有理由限制 本人的人身自由 本人顺利坐上火车 铁路公安就有义务保障本人的人事安全和 自由 然而铁路公安明知道解访行为是违法的 情况下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法律预计证明 皇室街道办事处 黄桂崇安监队长因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就可以临驾于铁路公安之上 然后上到火车里面随意绑架和解释客人 通过案件背后也仍充分展示 证明这些人至时有点公权力 并且曾经在公安和政法系统工作过 有权就任性 目无法己 胆大妄为 不需要任何的法律解释就随便的滥用 极权限他法律 与他们一向的做事风格和一向的 匪夕 利用公检法随意操纵 目限妨害公务和诽谤罪就顺理成章了 可见公安和政法系统的腐败有极其严重 现在本人已经分别向广州市12388 基建委广州市12389公安督察要线 广州市铁路公安督察 还有政法违法违纪要线1233C和广州12345 还有12309和国家信访局等发起了 区民检举控告 目前铁路公安督察答复 是说可以按规定两个月内 答复都可以 然后报警110要求归还本人的身份证 就只是接警永远都没有答复和归还 在16号19号当天 本人发现本人的健康码变黄了 当天本人马上去做了核酸检测 第二天就已经恢复了绿码 当天局委会要上门来做核酸检测 故18、19、20号三天以案规定做了核酸检测 并且转绿 当21号退员要通过操纵疫情数据 本人的健康码又转成红色 要求上门带走到外面酒店隔离 由于不排除这些人为了达到目标 目标不择手段 存在极大的风险 血本人以及如居不外出 不存在对公共卫生 安全存在威胁 并且疫情防控必须均从 医学诊策报告为依据 均成精诊防控原则 所以已经向国家卫健委投诉反应 国人已经不知道当下 在中国还有什么法律规则可以约束这些 可以随意解释的转流氓行为 他们无非就是让本人在二十大之前 无论如何也上不了北京 害怕万一被中纪委立案调查 引发不可预设的后果 他们对政治的粉丝比身上公民合法正当的权益 重要得多 血不择手段 希望广大网友认识到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全体的威胁 请求协助关注 主动积极的转发分享 同时读书相关职能部门给予社会公众说明 并要求他们再次安全把本人送回北京 行使一切活法正当的权利 本人的微信号是 SINA01 3.0 1.1 谢谢大家